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疼 现在知晓疼了 既然怕疼 还敢挡在皇后前面 我若不挡在前面 皇后岂不是受伤了 那文秀君也真够校长跋扈的 亏皇后还肯忍她 你放心吧 即便你不挡在皇后前面 那珠她也砸不到皇后 文秀君是蠢 但她毕竟是在长秋宫 她自会收敛锋芒 你如果不挡着 她自然会泄了力道 换一个方向 你是在笑我蠢 随便吧 你要笑便笑吧 我入宫不久 怎知你们这些权贵之人 心中的麻烦了 少少 以后 别再轻易插手 不该你插手之事 此话何意 文秀君是前安王之女 皇后地位显贵 你为什么觉得 她们二人真挚 需要你来保护呢 那你为何又觉得 皇后不需要我来保护呢 没错 皇后在你们眼中 尊贵无上 可今日她被文秀君羞辱之事 你与身上在何处 你为何会觉得 自身强大之人 就不需要保护呢 那你呢 少少 自身强大如你 为何就不需要我的保护 与灵侯府到 下车吧 与屏红楼阳 察雇抢 你帮我大夫 那你义得 你都在这儿 靠近了 你了 帮我多着 那你本人都在看我 十五岁时 我曾见过昆仑云海 漂浮在天际与山巅之间 至真至纯 浸透人心 就如同在划线时 你望向我的眼神 我喜欢你与我说话时 无拘无束的模样 总能令我快乐 我还喜欢你不畏惧权势 不畏惧艰难 你要记住 是你先招惹我的 我这人不轻易交付真心 但一旦交付了 便不会再回头 但如果你不能 同样地交付真心与我 我宁愿将此心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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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宁愿佳绩 那个文修军果真是个 只知补贴弟弟的蠢货 咱们不过略撒鞋而料 他就轻易上钩去铸臂了 我已经买头了他的经手刃 到时候这些尾臂 会一滴驾到你我手中 解释你便可以在封地使用它 这样一来 你手头也就能宽裕点了 可私自铸臂造谦 同谋反之罪 旧父不怕 如果这件事情追究起来 有矿山的是寿春 铸臂的是小前安王 这不服不愤的是文修军 咱们最多也就是 毋用违避而已 还是舅父想的周到 来 不过你也得警醒一些 你母妃和你三兄的为人 你也是知道的 特别是你母妃 最不喜欢旁人 弄些弯弯绕绕给他添啰嗦 可恰恰你又是一个 爱显摆的 我可告诉你 如果这件事情 在我们身上露出了马脚 而遭到陛下的处罚 那将会给岳氏 带来巨大的麻烦 旧父指馆放心好了 若非长丘宫那位抠口缩缩 非要宫中节省用度 我何至于铁儿走险 到处想罚子挣钱吗 还是谨慎些好 来人 上酒 二位贵客 赐奶小店新样的美酒 名誉花开富贵 二位可要尝尝 田掌柜 快进来 快进来 花开富贵 好名字 来 我尝尝 以后咱们岳氏可不就是要富贵了 富贵又如何 那林不宜还不是有眼无珠看不上我 偏偏千挑万选 选出个无礼的女娘 二子总劝我稀释宁人 可每每见她 我心底火便压不住 别被我撞到她落胆 否则 我定要让她明白 在天家生存有多难 女公子 女公子 你为何看起来没精打采的 女公子莫非是思念林将军 日难起夜难安啦 你胡说我思念她做什么 那你为何一直在门口等着 再说了林将军说今天不来街了 你为何迟迟不上马车 我那是 我是在等阿姆 之前进宫之时 她都会来嘱咐个七八十句 如今也不关我了 那不是从前吗 如今女君说 有皇后教导女公子 她可从此安省些了 都没在啊 没人管的感觉 得真好 真好 三公主 那不是成娘子吗 天都不忍赴我 让她撞到我手中了 站住 大胆 深宫之中 见三公主先不予行礼 三公主 我命你抬头起身了嘛 就随意起身 这些时日 你与母后学习宫中规矩 母后可曾教过你 在宫中 贵人若未命你起 你便不能起 还不跪下 在宫中对宫主皇子不恭不敬 罔顾礼节规矩 该当何罪啊 该当死罪 那便拉下去账责好了 三公主 我与三公主无冤无仇 你为何如此咄咄逼人 你我是无仇怨 但我最讨厌 无自知之明之辈 谁能想到 十一郎挑来选去 竟看中你这般货色 你既闯入皇庭 想了不该想的福气 就该承受 这贪心之人当受的罪 来人 拉下去 给我掌嘴 打到陵不宜心疼为止 等等 三公主既知道 我未来郎旭是陵不宜 我阿父是曲陵侯 我是奉皇后之命 来长丘宫陵迅 你百般刁难不说 如今还要随意对我动心 当真是不把肾上皇后 放在眼中吗 你牙牵嘴利得狠哪 可惜 今日长丘宫的人都不在 可没人活得住 你 身子不滴 身子不滴 手放平 这才是与三公主回话的仪态 看什么 来人 长嘴 看什么 接着来啊 住手 住手 看什么 楚飞可是要拦着我 教训这不守规矩的臣女吗 陈娘子入宫 行动规矩说好有母后倾交 三公主责罚绍上不守规矩 可是说母后没讲好 要当供责罚母后吗 楚飞言重了 母后方才爱寻慕我 一会儿就是无宴了 怎么还未曾见陈娘子入宫服侍 我总不能回答母后 是三妹觉得母后教导不正 要亲自教授规矩 所以耽误了时辰吧 楚飞何必急了 我不过是与陈娘子开个玩笑罢了 既是母后需要陈娘子去服侍 那还是赶紧去吧 我们在午宴时 她可在慢慢聊 亏得没伤到筋骨 你放心 此事若高知母后和子圣 定会替你做主 皇后要操之宫内外的事情太多了 我不想麻烦她 我也不想事事都考虑不已 终将宫里的日子是我自己过 你呀 就是太好强了 你不想赢了 谢谢你 我跟他人说 人家的素援 我都不想死 你跟他都懂了 什么事 我说明车 那是太多了 就只想想知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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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比你还多些呢 我记得有一次 他被人推之河中 险些丧命 幸亏后来太子 把他救上来 你可知 此生那事最喜做什么 他最喜拉着不从宫女 陪自己一桌吃饭 自生自小 就未曾与家人 好好坐下来 吃过一顿团圆饭 我记得小的时候 每年上缘灯会 他都会去 就那么截然依人 站在灯火栏山处 服侍世间月团圆 人团圆 你让我 Skin where's the job 文雄君的日子所作所为 我也听闻了 王淳将军 р偷我来向您与欣夫知歉 له 王淳将军 都是吴的左膀右臂 千万莫应妇人生了嫌隙 臣并非因为私人恩怨 针对扯起将军 只是因为他能力不足 实在不堪重用 殿下身为储君 当事是以国事为重 不可任人为情 还有那楚飞表兄孙舍 他武艺不禁也就罢了 还整日吃喝玩乐 饮酒勿施 这样的人 怎能让其安坐 东宫侍卫首领之位呢 殿下还是尽早 考虑何事人选为好 可能毕竟 毕竟都是五母族七族的人 不过是份行差罢了 今日是霍将军的继承 中午长秋宫设宴 你为兄弟二人 好久未曾一同用膳 不如 不必了 臣还有钥匙未曾出 恕臣失陪 可是楚飞留了你的心腹 在东宫说话 你不等他一起走吗 今日霍将军继承 我与你一同回长秋宫 开席前咱们还能再说说话 去备马车 是 我还要协助鸡通阿子操持 就不 放心 你是怕又见着三公主 此生也会一起去的 她一定会护你周全的 宫中人心叵测 她一路走来多不易 并不愿你受苦 太子妃 殿下父母令奴婢来问 东宫给金京树枝大臣 及家眷的礼物可备好了 早已准备妥当 好 命殿下父母按往常惯例 送去便是了 是 慢着 我与梁夫人乃归终旧时 在天上这支竹钗 以表心意吧 可这竹钗 是使臣进贡给殿下的 既是殿下之物 赏赐给立下汉马功劳的大臣 最为合适 是 看起来 这座皇家心腹 也是万分不易之事 其实我知道 宫中乃是非之地 我最好置身事外 但如今 我必须要淌这浑水了 因为我要做她心腹 便就要知晓她是怎样的人 这里是她成长之地 我想 亲自走她曾经走过的路 你这心腹 倒是个敢说的小女妙 太子 殿下 殿下与子身也在 刚好了 今日佳宴 咱们可一同前去 殿下 臣方才想起 还有几件钥匙 未雨绍上交代 先行一步了 我说 怎么又受伤了 你不是要收回真心了吗 怎么又来找我了 是你出现在东宫被我碰见 并非我主动来找你 好 那我便不出现在林将军面前了 是谁伤的你 小伤而已 不爱谁的 既然你不肯说 那我就自己去查 双双 还有一件事 你要记住 以后少去东宫 离楚飞也远一些 为何 楚飞没架子 在森阳的皇宫里 也只有待在东宫不受人欺辱 你不过才精光几日 如何能分辨 谁人全没架子 谁人全是傍身的 我虽出生在武将之家 可我的心是肉掌的 除非出生贫寒 和我一样 也不被宫主皇子所喜欢 宫中事物 并非你想得这般简单 人心善恶 也绝非一眼难辨 若没有利益纠葛 自然人人慈眉善目 但若牵扯到权势 那就身不由己了 东宫乃是非之敌 我不希望你卷入其中 太子妃还说你当年落水 还是太子救的你 你怎能一心就想着自己 晏慧塔之事你忘了吧 此事牵扯极果 若不想被卷入深宫事物 你还是愿离些 林子盛 你总让我自己 当你是你的心腹 靠我如何能够就此远离 我为了你 在学着适应宫廷 因为我知道 你所面对的一切 我之后也会面对 所以 这宫中你所有的曾经 我都会一点一点地去了解 我要知道 我为了郎序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我为了我 你的意思是 你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我 不是 我是为了我自己吧 好 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 你这个这样也会BS 我会保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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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得性 你吧 不是 我会保护你 我是稳訪你 你 母妃 孩诚见过母妃 我特寻都城中最好首饰酱打造了 这只牡丹国色天香 最衬母妃容貌了 我呀 最后悔当初为了追随圣赏 把你交给你三舅母照管 把你养得如同山野才主一般 就喜欢这些俗不可耐的首饰 你若是有你二子和三兄一半的董事便好 你前些日子不还在愿皇后为了节约开支 令你公主府揭不开锅吗 怎么这会儿便富裕了 难道是你宣誓赴马摊末了 母妃可别调侃我 我不过是与人同道做些小生意 赚些小小银钱罢了 连宣家驸马也不知道的 就你减早不识数的 你还懂得做生意了 都城中酒楼 我凑了一些份子 日后经营好分红利 母妃 我如今已经嫁出去了 在宫外有些自己产业 也不为过吧 我不管你所言真假 但我要提醒你一句 莫为了些俗物 损我月事颜面 还有 以后进宫 别打扮成这样 好好的一只凤凰 非把自己导致成一只野鸡 若是你公主府有钱没处花 倒不如购得大鞋的铜镜照照自身 天天打扮成身毛左手 出去惹人笑话 母妃 你又贬持我 三舅母今晚邀我做客 说会介绍些旧事给我 我怎么能穿得太寒酸 饿了皇家颜面吧 瞧你那点出息 身为公主 何须在群生活面前显摆穿戴 皇家威仪 才是你此生最好的颜面 母妃可别骂了 如今宫中处处血减用毒 我过得还不如烧户夫人们呢 我与这些夫人们来往 还不是因为长丘宫那位 怂恿的父皇可口诉诉 我劝你说话谨慎些 圣上与皇后如此 那是为了给天下做表率 凭你个俗不可耐之人 也有资格嘲讽 行了 今日是霍将军继承 中午长秋公寿午宴 下午你父皇清零祭典 你也去奉献殿上磕头吧 是 站住 你就穿这身衣裳过去 怪就怪我生你二子时 给他多生了个脑子 轮到生你时 这脑子便不够使了 你穿这身衣裳去祭奠 莫不是 就要连累我们月氏全 就跟你一块儿死 来人哪 拿身素色的衣裳 给三公主换上 是 是 我来自家的衣裳 是 你不够使用 你不够使用 是 你不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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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可以 sters 数日不见成娘子 倒是容貌欲胜了啊 成盲武皇子夸奖 多日不见 书读得可明白些了 反正父皇想不起来我 随便读得好坏 本牛义乌是处 书也读不明白 这且不跟我一样 待到日后 圣上提醒你 更没有值得一提的了 我乐意 自上 不明白 圣上其实是个好夫君 若当年没有醉酒之后 重新了徐美人 待下这武皇子 那别就更好了 真år 几便是圣上也会犯错 重在补偿 自那时以后 圣上慎变之后 一后一妃 已尽操长氏而已了 绍商即为十一郎心妇 以后就是自家人了 你们来与我们一道敬酒吧 不必了 每逢今日 朕都无心饮酒 你们先行用膳吧 待朕再缓缓心静 少少妹妹 我与妹妹一见入骨 日后一定要与此生 来我们府里小座 是啊 以后就是自家人了 要多走动走动 三皇说你笑什么 我是想起了过去的事情 子盛刚刚进宫的时候 谁待见过他 如今倒好 一个个全来是好了 子盛自小是养在母后宫中 不待见他的自然不会是 母后所处的几位皇兄皇子 定是母妃宫中的 小五又说胡话 都是一起长大的 子盛与我们手足无甚分别 何来母后宫的 母妃宫的 而等能做父皇的儿女 历经这太平盛世 已是天大的福分 当不分彼此 盛世 朕尚不可辞化 但是这个天下 的确是在朕的手里 太平前来的 此事 霍雄 功高之危 这都是霍将军 舍命敖仗换来的 亦是父皇 焚高济鬼 萧衣干世换来的 二子与我 虽是义母所在 但妹妹我 可不如二子会说话 难怪父皇对你多有宠爱 陛下 儒阳王妃来了 宣 是 宣 来人哪 来人哪 今日霍侯继尘 老身知陛下定设家宴 故不请自来 这是子盛心腹吧 老身倒要问问你 是如何将我家玉昌 必到三才观清修的 我与绍商的轻事 是陛下亲自下旨 双亲同意 老王妃现在说这些 又是何意 双亲同意 程氏 你为何不去拜见 程阳侯夫人 家父家母已经结婚了 绍商不必去拜见淳于氏 淳于氏是他未来的军姑 未来军姑 你是当我母亲已经过世了吗 今日是我舅父的继承 老王妃甚也人 老身 说错话了吗 长辈终究是长辈 程氏 为何不去拜见 绍商还未拜见过我阿母 为何要去拜见淳于氏 他配吗 你舍弃我家玉昌 处处袒护城市 岳飞志 叔母 这是我的位置 还请叔母让一让 你不是不来吗 平时也不参加家宴的 我想念叔母了 听说叔母来了 我就想着 叔母身边 应该有一个 能说提起话的人 这不 就急急地赶过来了 来人哪 给汝阳王妃赐座 我到底是你的长辈 若真要论长辈 父母更是陛下的长辈 不如坐到陛下的座位上如何 我迟到片刻 你们又惹事吧 你若再惹事 我定让陛下 收回你所有的实义和奴婢 我看你无权无权 日后如何指高且扬 母妃 三妹也知错了 找啰嗦 你若再护着她 回头我就向女娲娘娘助导 让你也生一个 如你三妹这般蠢笨的女娘 母妃教训得甚是 之前三妹犯错 父皇已罚过几次了 母妃就别责怪她了 我奉劝楚飞 母妃还是先管好你自己的义母三分田 等日后真当了皇后 母仪天下时 再来教我如何行事也不迟 不过你放心 我定会走得早些 不让你费这个泪 哭什么哭 母妃此言折扎而成了 哭什么哭 几声 岳恒 你的嘴也太厉害了吧 你看你把孩儿们吓成怎样 皇家子女 该有的气派还是要有的 不要把孩儿们管束得如此木讷 皇家子女 那更是陛下的儿女 为父母 生他们 养他们 不求他们体贴孝顺 只求他们不要行精浪荡 坏了父母的颜面 叔母 为父母的这点要求 算是高了吗 也是 你家孙女 就从不顾及父母的颜面 成日又哭又闹地恨嫁 如今都把自己折腾到三才馆去了 你 你 你便是十一郎的心腹吗 头抬起来 怎么这般小家子气 是吃不饱吗 母妃好眼光 这成娘子呀 小五 你怎么还是这副鬼样子 你那眼底乌漆漠黑的 是昨夜又和你那些幕僚 彻夜常谈了吗 就你这副样子 怎么嫁进我们月室 怕是婚姻时的团扇 都遮不住你吧 日后夜里还是多独处些 养养生抖 不说告退就自行走了 果然是没规矩教言 罢了 陈清潜还是让她多自在几日吧 我这人就是这样 心肠太软 素来 又爱纵容孩儿 你怎能如此刻薄 教育子女而已 叔母为何要这般说我 是 叔母一直都不怎么喜欢我 只喜欢陛下 也不诠释 陛下幼时 叔母也是不喜的 后来陛下年少能干 渐渐震下家财名望 叔母才开始疼爱甚少 后来陛下登基称帝 叔母对陛下的疼爱 那更是无以复加了 一恒 你这是何意 你是挑拨我和陛下的亲情吗 驸马公主们 并非拿你们当外人 要说长辈故事了 你们 果真要接着往下听吗 有什么话你就说 当年长公主身怀六甲虚弱难当 叔母不肯借钱买肉买补养 冰天雪地 陛下只能只身入山行恋 只盼能裂货些皮毛肉食给长子 待陛下被霍冲兄长追回时 已冻得浑身亲子 后来是霍冲兄长出钱出人 养好了长公主的身影和陛下的伤害 只可惜 好人不偿命 我 我 我哪儿舍不得借钱了 当年你叔父几个数月未归 我不得留下点积蓄吗 再说了 老身 老身也不知道陛下要进山呀 此事 你舅父死得早 你们祸事全族 就剩下你这一点血脉了 我和陛下 都盼着你能早日成亲身子 好为你舅父全族 供奉点香火 免得让他们在九泉之下无人祭拜 成了孤魂野鬼 至于 有人要挑剔你心腹 那都是放屁 是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